好 大家好 今天我掌柜美了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我们市议员 李庆元 他是大名领领 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 我想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 最主要是针对我们在整个的执政党号称的所谓的改革 人事改革 尤其是退休金的部分 那事实上在受损比较严重的 尤其是警消军这一块 那他们的职业跟事实上一般公务员是差距蛮大的 人家警察每天巡逻时间非常长 那消防人员呢 我们大法官有一个视线案 后来高雄市的消防人员打的视线案后来平反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公时太长了 那他们这个付出这么多 但是他们的权力的部分 事实上比一般公务员是比较受损的 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来谈 也就是说在年改的过程里面 我们严格来说他是塑集的追溯了过去已经签过的退休的契约 那虽然大法官始终不承认说他有塑集 但是呢我们在工法学界事上很多人认为那就是真正的在追溯了 那像这种问题实物上所引发的那这个金元兄您的看法怎么样 呃这个张委员哈他们呀是我是非常钦佩的哈 他担任建权委员期间呢这个这个纠正弹劾的非常多的一些事情哈 所以我每次都说他人鸡几鸡嘛 因为他姓长一个人一个鸡嘛哈 人鸡几鸡啊 所以我真的非常佩服掌柜美张委员哈 那针对这个问题哈 我说实在话你如果说是纯讲年改年改该不该改 我说实在话哈你不能够说用yes跟no来看这个问题哈 你不能说哎年改不应该改不年改该改哈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当年的跟公务员的契约 不管是军公教之类的契约 这些契约呃能不能能否溯极既往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从哪个角度来看呢 嗯哦 当然他很明显的溯极既往 哦 但是如果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说你应该去检讨你的财政 你的财政从短中长期去衡量的话 如果确确实实你是承担不起了 就是到时候全民要买单了要产了 甚至要政府的话类似像美国一样 这应该要兑现 但如果说保护不了 说哎呀我中长期真的要崩盘了 真的要崩盘了 你要把公式计算给全民来看一看 当然是 而且他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民国八十四年以前 恩几制退休金是政府出的 可是八十四年以后当事人是要提拨的 结果你提拨进去的钱被他砍掉 结果呢 结果你发一道 我发一道这八年来的财政 并没有不好 而且还经常在发全民五千块 全民多少钱 六千块 对不对六千块再发 那全民发 那我讲白一句话 那就是坦白讲 替你的政权在用老百姓的钱 在发烧票嘛 替你讲白的话 替你绑全民嘛 绑票绑全民嘛 绑你的政权嘛 对不对 他宁可来绑政权 但是却要去违反信赖保护原则 这是有争议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好 如果你真的要去做检讨 当然啦我们也很清楚 这里面确确实实有一些 让其他的族群 除了军公教以外 其他的族群 尤其是劳工族群 他是有一个很多很大不平衡的地方 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因为劳工族群也不表示说 他一定是当不起公务员 有的很高 对不对 有的是会计师 有的是 对不对 甚至医师 那我要讲一句话说 不在这里 重点是说 你应该不是做这种棉改方式 而是要分别做彻底的检讨 对 检讨 那检讨的话刚讲到 文委员讲到 井销 像井销 军井销 各位 如果有当过兵的人 都知道职业军人每天在干嘛 职业军人他除了休假以外 他就是24小时在部队里面 那请问你 他晚上睡在部队里面 难道不是上班吗 那这样好不好 请你到公司里面 一般人如果有意见的话 请你到公司里面上班 只有礼拜六 礼拜你回家 其他人都睡在公司里 不准回家 不准出公司 离开公司 讲办法 你有没有加班费 没有 没有任何加班费 所以也就是说 军人来讲 他的年改 我认为 根本就应该全部造点 而且 理论上来讲 实际上当然没有发生过战争 理论上来讲 有可能发生战争 一战争是第一线 一战争他可能是第一线 第一线 可能要牺牲生命的 所以这方面来讲 我们不应该对军人 就这样去做灵害 那警销也是到底差不多 我们看到很多的警销 他有时候要住房 他在分局派出所里面 都有他们的寝室 他必在那边 可能要 背寝 背寝 他并不是说 每天可以下班回家的 所以也就是说 然后再加上 他是刑警 如果是刑警的话 他风险性很高 他可能随时要受伤 甚至牺牲生命 这边我补充一下 我在监察院的时候 办了一个 所谓的年改之后的警察问题 你知道非常严重 就是刑事警察大幅缩减 为什么呢 因为年轻变得很差 大家都不退了 大家都不退休 不退休 年轻的进不来 你警大警专毕业的 分发不出去 然后中央政府很扯 你知道吗 他就强迫follow到各地方政府去 一千五百多个缺额 就是地方没有钱出 这些人事费 最后中央政府把这些 全部都吸收掉 然后多了一千多个保警 然后刑事警察大幅内捡 这就是后遗症 他一定有的后遗症 后遗症 消防局也是一样 你看消防人员 各位看到南部 最近发生一个火灾 这消防人员一进去 全部死在里面 对不对 很可怜 很可怜 争亡在里面 所以他们的职务 是有风险性的 所以对于警消来讲 应该要做另外一套的灵感 做单独一套 另外一套 那去做一个检讨 那如果说 甚至你可以按照 他的职务的类 就是说执勤的 一辈子执勤的类别 去做不同的灵感 甚至有的根本就应该照常 照常给人家 应该照常给人家 好 再看 我们教室不谈 教室的状况 坦白讲一句话 如果说是中小学 高中 这方面来讲 没有错 他们的待遇 因为我是台师大出来的 我也清楚 我的同学 在当时 做了三十年 才五十二三岁 因为当时他确确实实 一个月可以领到 比他在里面 刚好是薪水还高的工作 那这当时大家 心里好像觉得很不平 就是你没工作 比有工作的 薪水 那个退休风还高 对不对 那我们都 我们记得 我们这些 我们当时没做工作 没有当教师都流口水淋 我知道 我要补充 我要补充 大学老师是最倒霉的 跟我没关 因为我私利的 公立的大学老师 因为整个的公交年改 是用本缝算的 那大学老师的 专业佳级特别多 所以他本缝很少 所以他最后领到的 很可能比 中小学老师少很多 可是因为他死要面子 所以他不坑 他也不游行 在法国全部 走到街上去游行了 所以我刚刚讲中小学 中小学 没有讲大学 另外的话 公务员部分 其实也应该要全面检讨 因为有的公务员 他的职务上 他的风险性是比较高的 那风险性比较高的公务员 我们认为这些 如果你真的要检改的话 应该还是照常给人家 我认为应该的 那其他可能 他职务上 风险性比较低的 我们做一个合体的检改 我想大家 全国的军工教 我坦白讲一下 就是因为你的检改 做法太粗烈 太粗暴 所以才会引起 这么大的全面的反弹 如果你做一个 全面合理的 第一个 先要讲 未来中长期的 我们的财政 真的负担不行 你这样 你这样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让军工教人员 他心里觉得说 我们应该共抵时间 第二个 做一个差异性的 这样的处理的话 我相信军工教人员 反弹会低的非常多 可惜很遗憾 我们的蔡政府 没有这么做 那没有这么做的话 我觉得我们只有靠选票 来解决 选票抵制找回正义 好不好 这个大家一起努力 非常谢谢